我們看這一題 他要你做這個圖 這個圖我們一看 我把6移過來 6移過來的話 -6等於0 這把它看成是fx的話 我們發現 你把x帶負x的時候 跟原來是一樣的 所以它對稱以x等於0 那個軸 然後你把y帶負y的話 它的方程式跟原來一樣 也就是說 xy等於0 跟f -xy等於0 這兩個方程式一樣 所以它對稱以x等於0 同時呢 f x-y等於0 這個方程式 也跟原來方程式一樣 所以它對稱以 y等於0 好 啊你這麼說 它對稱以x等於0 對稱以y等於0 所以你只要呢 只要你找 把圖形找著 找第一項線就可以了 我把第一項線的圖形找出來以後 沒有的話 Copy 因為它對x等於0 這個總是對稱的 Copy過來 Copy完以後 它又對y等於0 就是x等於對稱 再Copy過來 那整個圖形就畫完了 好 那這個圖的話 你畫什麼呢 畫x大於等於0 y大於等於0 那一部分 當你x大於等於 y大於等於0 得到了方程式 什麼方程式 2x 加上3y -6等於0 這個方程式 這個方程式是一條直線 我可以用結局4 我6移過來 除過去 就得到什麼呢 得到這個x 除以3 加上多少y 我6除過來 我6除過來 這就2等於0 好 那所以這結局的話呢 這個結局是3 y結局是2 好 那你把它Copy過去 就變成這樣子 呼3 Copy下來 這裡呼2 那這樣圖形很快就 那個畫出來 我們之前也教的那些東西 它的價值在於什麼呢 在於說你可以形成一個觀念 一個對稱的觀念 你看到一個方程式以後的話 你就看看說 我把x帶呼1個子之後 跟原來方程式有沒有一樣 你把x帶呼1個子的話 跟原來方程式一樣的 所以它對稱也等於0 那我把y帶什麼呢 負y的時候 它跟原來方程式有沒有一樣 有的話 所以它對稱與y等於0 那個左 那這樣的話呢 那這樣的話就會很方便 你畫圖啦 幹嘛啦 就會很方便 謝謝 謝謝 謝謝